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能不能告诉我们 您这个大概五十年来 讲经说法里面总结起来 有一些重要的精髓是什么 初学的时候 对于大臣非常凉目 真实智慧 非常稀有难复 所以大臣心 也特别留意 我讲过华语 讲过法话 讲过乐语 这都是佛门的最重要的大臣心 所以进度是异性 男性之法 异性男性之法 我对这句话有很深的机会 因为我是从这么走过来的 早年 第一次劝我修净土 参云法师 现在都不在了 是个很难得的修学员 第二次是李宾南老去世 他老人家劝我修净土 我在他会下圣年 圣年当中劝我修净土 至少有七把四法 我都没接受 当时为什么觉得 就是觉得他太容易了 不相信 对对对 所以正是男性之法 是 兴趣都在大臣教里头 所以天天学大臣经 讲大臣经 研究讨论大臣经点 三十年 我讲经教学 教学到今年五十八年 还有两年就六十年 这个学佛 二十六岁开始学佛 到今年六十五年 六十五年 这么长的世界 前面三十年 不相信 最近的法文不相信 但是不排斥 我们认为 释迦牟尼佛说这个法文 应该有一类的众生 是适合学这个法文 但是自己认为 我不适合学这个法文 要搞大经大乱 我到学讲华语 花言讲到最后 善才童子五十三餐 善才的老师 是文书普策 那我们对文书普策是非常凉莫 非常凉莫 大智慧 大慈悲 真难得 是我们的榜样 到底这两位修哪个法文成功 结果在华语经末后 四十华语第三十九卷里面看到了 念佛往生基督世界成就 我们非常惊讶 还是凉莫 没有想到的时候 这两位菩萨成就 是在西方基督世界 这才引起我们对净土的留意 你看老师跟我讲不相信 看到经上讲的菩萨 这个才真正学习净土今天 讲净土的今天 阿弥陀经讲过十几遍 无量寿经现在是第十四 这一遍的时候讲得很细 完全在讨论修学功夫 就是经文 怎么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决定要往生极乐世界 不到极乐世界 这一生空过了 为什么 其他的法门好是好 真做不到 就是很多放不下去 放不下了 障碍很多 那么净土方面上 待业往生 不要放下也能去 这个便宜就占大了 只要信就去了 对 只要你相信 只要你肯去 这个条件就居足了 再就是念佛 不论念多少都没有关系 幸运愿迟迟迟迟 没有一个不往生 所以最近的一个表伐的老师 大陆上 河南 南亚 跟诸葛亮同向 海贤老和尚 非常尊敬 对 海贤老和尚 一般 一般 一十二岁 五岁 这个老和尚 是中田 农民出身 小时候生活非常辛苦 二十岁 走投无路 出家了 我又想到这一出家 师父看重他 这个人的长处就是老实 听话 真感 真感 具足这三个条件 无论修学哪个法门 都会成功 我们现在学佛的人 学了一辈子佛 不老实 不听话 不肯真感 所以 他念佛 天天念 他不能往生 为什么 很多他放不下 他没放下 对 一定要放下 所以张家大师叫我 秘诀 看破 帮助你放下 放下 帮助你看破 就像楼梯一样反复的 就是这两个互相帮助 从初发心到如来地 就是这么成就的 看破放下 看破放下 是 明白了 你就放下了 放下了 帮助你更明白了 物就是这样开的 彻底放下 哪有不开物到底 不能开物 就是被这些放不下 堵塞了 物门堵塞了 这个门要把它打开 把堵塞的东西要清除 所以妄想 杂念 分别 止住 全是假的 有什么好技巧 通通放下 人头脑清醒 清醒就容易开物 师傅 师傅 我在这边您提到这个开物 我能不能请教您 就是有很多的师傅们 或者是一些居士们 他号称他自己已经开物了 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追随众 我们怎么检视 这个 不管这位是大师或者居士 他们是真的开物了 有没有一个标准可以解释 你拿到经典相的请教 这个地方我不懂 你讲苦听听 行啊 他真把你讲明白了 你也开物了 他真开物 他跟你讲 讲不清楚 讲不明白了 你也没物 他本身也没物 是 所以您 事实上 一直在推动 几个很重要的经典 您要这些同修们 一定要记得 要多念弟子规 然后 善恶沾茶叶报金黄 是太上感应片 还有就是 食善叶 还有如果是出家 就是沙弥律行仪 你为什么觉得这几步 这是基础 这是戒律 这是戒律 是做人的戒律 这做人啊 人都做不好 怎么能做佛呢 对 对 那至少先要把人做好 是 佛教学是有层次的 所以我们看佛第一生 对 释迦牟尼佛 是九岁出家 对 出家 给我们做个榜样 知识分子 好学到晚 印度在当时 是宗教之谷 很多宗教 这学之谷 印度这学非常了不起 它是每一个宗教 每一个学派都去学过 学了十二年到三十岁 发现是不能解决问题 所以放弃了 不再去了 到菩提下 树下入定 定中 开悟 叶读明星 晚上看到星星 火燃它 无聊以后 它就开始教训 这个悟 世间出世间 一切法 都同当明白了 过去 现在 未来 全知道了 这真正开悟 那么跟大家教训 讲阿涵 对 讲了十二年 这个十二年是小学 所以叫小晨 就它办学的时候 它一按部就办了 小学十二年 我们今天小学六年 佛的小学十二年 办中学 中学将放弹 提升了 放弹将了八年 跟前面加上的二十年 这二十年要扎根教育 这是佛教的技术 根深地固 讲般若 般若是大学 般若讲真理的了 前面办真办家 不是纯真 到般若纯真 假的统统淘汰掉 降了二十二年 最后八年 办研究所 把这些般若菩萨 统统提升到大指导 工作院吧 那是博斯版 所以说菩萨 这个里头等级很多 五十一个等级 像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最高的五十一年级 五十二就成佛 就毕业了 五十二年 你这个等级 你是顺哪一个等级 佛师讲这些 他失败教育 而且你看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 一直到他离开人间 四十九岁 离开人间 夜深 佛的世界是什么 教育嘛 没搞别的吧 这经历佛都没有 而且他没到场 他过游牧生活 日中一时 吃饭就脱布 晚上睡觉在大树底下 落地打坐 一天睡眠的时间四个小时 晚上十点钟睡觉 年级钟起来 不但是将修 而且做出来给大家看 做出榜样 这么成就点 那么现在 科学技术发达了进步 过去没有这些科技 没有媒体 彼此老死不相往来 所以 开悟的人 要分到各个地区 因材施教 随习功德 你喜欢什么 我就教你 喜欢耶稣 就献耶稣神 喜欢阿虹 再献阿虹神 喜欢天人 献天人神 喜欢什么 献什么 分身 教我重生 现在地球 科学技术改变了 交通速短 以前我们到英国 欧洲最新年 台湾亚洲最东年 从台湾到伦敦 要三四个月 对 对 现在一天就过去 现在是十二个小时就到了 是 所以现在怎么样 现在世界上宗教要变成一个宗教 对 那现在一个了 一个地球村 一家人 那众神一体 对我提倡 给他们 宗教一家 平等对待 和母相处 跟着地球走 跟着地球走 现在我们要 其中变成一个 那个时候 不想往来 那我们个人分散 个人教 个人地方 现在教 不需要教他们 要用电视光波 是 所以师傅您在说的 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 或者到孔子 其实这些老师 确实教出了这么多学生 对 可是在现代 我们能够找到一个 解形相应 而且德行兼备的老师 其实也非常非常的难 对 所以我就知道您一直 就是在这个上面 一直很努力地希望 为后代的子孙 能够培养一个 很好的师姿团队 您所以一直在弘扬佛法之外 现代社会 变成这么乱 你们要负主要责任 是 我想 我们也追随师傅您的教诲 对 您在推动这个 师姿教育上面 有一个方法 您是不是也告诉我们一下 就是讲经就好 讲经 对啊 我讲了 那如果他不是佛教徒 那没有关系 都喜欢听 他听懂了都喜欢 我也讲古兰经 我也讲过圣经 是 众生欢喜 对啊 神清静一些 天主教的玫瑰经 我讲过 还有光碟流通 他们很喜欢听 很棒 您觉得所有的宗教核心 一体 一体 众神一体 神分身化身 变化 所以都是一个 我跟他们往来 我说好好修 将来你们上天堂 我也好好修 我到极罗世界 我到极罗世界 你到天堂 怎么到那一旁面 你怎么到我这来了 你说你怎么到我这来的 原来天堂是一个 名称不一样 佛教叫极罗世界 你叫天堂 一个地方 两个名称 结果说 神也是 你们叫上帝 我们叫阿弥陀佛 原来阿弥陀佛就是上帝 上帝就是阿弥陀佛 是 全部是一体的 因为既然众生的佛性 都是平等 对 平等 对 所以没有这个 确确实实是一体 我这个说法他们都能接受 是 所以您一直在推动 宗教合一 种族合一 对 一定要获得 是 那这样世界就没有战争了 没有战争 所以我们不希望有战争 希望战争永远在这个世界上 崛起地球 这是西方很多汉学家提到的 要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 是 只有一个方法 是 全世界统一成一国 这样子就不会有了 我相信他们这些思想的来源 是从中国 夏商周来的 是 历史上 谁来统一呢 都说中国人统一 中国人统一了 全世界人都享福 如果欧美人统一了 全世界人很困难 都成为二等公民 三等公民 他们是享福 他们是敌人 别人是努力 中国不是 中国人心量心胸扩大 四海之内皆兄弟 所以中国人统一的时候 中国会照顾别人 由历史做证明 正和夏西洋 六百年前 第四九 到过许多多国家 没有做殖民地 没有侵犯过别人 而且跟人家往来交易 总是我们得到他们的手 我们给他的斗 所以这些外国人 对中国历史都很尴尬 所以他们认为中国人的统治好 那中国人用什么统治 现在用群书制药 用群书制药 群书制药是唐太宗治国宝殿 大唐盛世就是这一部书 这唐太宗想出来 他二十七岁做皇帝 他是将军 所以书念得不多 这么大的国家 这么多的人口 用什么治国 他就交代他的大臣 魏征带头 成立一个小组 从三皇五帝一直到他那个时代 这些古籍里头 书籍里头 有关于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这些文字通通抄出来 给他看 就叫群书制药 五十万字 五十卷 唐太宗得到这部书 书不是卷 一听到晚读 非常感谢这些大臣们 大唐盛世就靠这个 那么这部书唐朝王国的时候 日本的刘秀山在中国很多 带走了 带走人们 中国就失传了 因为唐朝时候还没有印刷书 印刷书宋朝发明 对 那么在日本也不错 给日本带来千年盛世 日本在四百年前 西方科学技术传进去 他才开始齐取西方系统科技 把中国这套东西放编上去 编成现在的日本 他要是能够继续依照群书制药 日本人不会到中国 日本人也很可能统一群世界 他也很聪明 是这一念之长 所以师父您在这个 您刚刚讲这个群书制药 我知道您在安徽有一个叫卢江 好像文化一个实验基地 一个中心 就是把您刚刚在讲的 如是道的这些 不只是学问 要身体力行 在那边做实践 您可以说一下您去做了实际的实践以后 您看到的成果是什么 不可思议 我以为中国把传统化丢掉了一百多年 一百多年 要想恢复至少也到二三年 二三年 没想到四个月 四个月 哎呀 就完全转过来 真的 太平绅士出现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路不时移 夜不避讳 对 人都有良心 见人都是真诚 弓箭 绝不有欺骗人 继承车的司机 老实 走近路 不会绕圈子 多转就有几个钱 做到这样的 很难得 我给学生们 那是老师 我招了一批老师 从网络上招 报名的有四百多人参加 我们只收了三十七个 这三十七个人 我就要求他们 必须做到 把地质规做到 赶音片做到 十三夜道 如是道的三个根 我们要完全落实在生活 落实在工作 落实在厨师 待人家 在路上见面 不管是什么人 我们给他点头鞠躬 问候 就形成风气 这个是被联合国逼出来的 每一次我在联合国做主题讲演 把中国好东西大家介绍 大家听得很欢喜 下台之后 发誓 你讲得很好 做不到 那做不到不就完了 我别讲了 是 所以用了两年的时间 到处去想找一个地方 来做事业 找不到 人都不成熟 那一年 05年 我回到老家去看看 七十年过去 家乡父老 我爸这么多年 我在外面 向他做检料的报告 他们听得很高兴 回来 我们帮助 在我们家里做 就用一个小镇 汤匙小镇 做成功 四个月做成功 我告诉大家 我们要谦虚 不能够傲慢 不能说自己 我们没有这个智慧 也没有德行 也没有这个才干 这是谁做出来 老祖宗做出来 三岸保加持的 我们要感谢地方领导 他们准许我们做 我们要感谢当地的居民 他们合作 我们说 他们听 我们劝他做 他真干 这个很难 他们也很了不起 所以大家才能把它做成功 这个成功 对我们产生很大的信心 是 证明两句话 第一句话 三字经上 人之初心本身 这证明 我们做出来了 第二句 人是教的 人是教得好的 你不教 就没法 你肯教 很容易教 给我很大信心 所以2006年 我们就把这段事情成功 做出展览 在联合宫 太舒适了 向大家宣布 做了三天展览 随着后果的这些 每个国家大师代表 都想去看看 做成功 对不起 我们听了非常非常的感动 师父今天给我们的开示解惑 我们知道说 其实每一个人 只要自己愿意回到清静心 对 众生既然是平等 也进入到觉悟的这个智心 没错 我们每个人都是成佛的 没错 对 所以尤其您刚刚讲的这个 众神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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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什么关系 一体 比如家人关系 我是鼻子 你是眼睛 一体 这个关系再轻也没有了 这就是会能打死 最后一句话讲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整个宇宙从哪来 佛妈又是神造的 是我们自信变现主义 自信就是真心 所以同用一个真心 旺行 过人过人不一样 真心是一个 共同用的这个真心 是 共同用的这个真心 是 共同用的这个真心 扩贵 所以你想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会做出牺牲奉献 我为什么要帮他 我为什么要帮他 眼睛要帮鼻子 眼睛帮他看 鼻子提供的呼吸 生命共同体 共同体 是 真的 佛教讲透彻了 讲明白了 非常谢谢师父给我们今天的开示 其实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让师父 您再烦恼您 给我们更进一步的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渴望修行 怎么样正确的修行 尤其您刚刚前面已经提了 这个净土法门的殊胜 我想我们很多人很渴望修净土法门 但是不知道从哪里着手 所以我们等一下也请师父继续来 为我们解惑开示